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法征服他们 男人在准备追求一个女人之前 总是会纠结一个女人好不好聊 因为男人害怕碰壁 害怕一身热情 挫付给了没有结果的爱情 如果自己的喜欢 刚好撞进了对方就是好聊的女人 那么觅得好结果就是大概率的事情 对于有些男人而言 他们喜欢在展开追求之前 先去试探对方好不好聊 一次来决定要不要继续发起进攻 雷雷就是这样的一个男人 他对一个女生有了好感 他都会先去试探女方好不好聊 再决定要不要追求对方 如果对方好聊 他就会继续追求 以求两个人能够在一起 如果对方给他回忆冷漠 他就会立即打消追求这个女生的念头 他说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 如果对方对我都没有兴趣 那为什么还要费尽心思去讨好对方呢 雷雷是一个很有个性的男人 对待爱情也有他自己的见解 他希望得到的爱情是相互的 是能够一拍即合的 而不是一方需要费力去讨好另一方 才可能得到对方的青睐 很多时候 一个女生好不好聊 是取决于他对那个男生有没有意思 一个女人好不好聊 不必费心思去猜 对他说这四个字就知道了 一 在不在啊 一个好聊的女人 总是会热情地回应你的招呼 当他收到你询问在不在的消息 他总是会热情地回应你 甚至是秒回你的信息 和他聊天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他很主动 而不是一直都是你在找话题 他只是礼貌性地回复而已 好聊的女人会表现出 很想和你聊下去的欲望 他不会突然消失 也不会吃饭吃了一个晚上 如果一个女人在收到你问 在不在的消息时 选择的是沉默不回复 或者是很礼貌地敷衍 那么可以认定 她是一个不好聊的女人 不好聊的女人 言语间都会透露着生人物性 没有欲望和你继续深入聊天 二 单独见解 一个好聊的女人 在接受异性的邀请时 总是会欣喜若狂 甚至会到别人跟前炫耀 一次来证明自己很有魅力 一个心中缺爱 缺价值感的女人 往往也是很好聊的 因为她们急需有人 肯定和关心 来确认自己的价值 一个好聊的缺爱女人 往往是来者不去 无论谁约见她 她可能都不会拒绝 她往往很轻易 就被男人俘获了真心 如果一个女人只有在你面前才是好聊的 那么她必定是吸引于你 不好聊的女人 在收到你提出的单独见解面的消息时 内心没有丝毫波澜 甚至是会有点烦躁 所以她会用各种理由来拒绝你的邀请 不好聊的女人 会用各种理由来疏远你 好聊的女人 会表现出愿意和你亲近 她回复你的态度 体现出了她好不好聊 三 我想你了 一个好聊的女人 在收到男人 我想你了的信息时 会有娇羞的感觉 她回复你的信息里 也会透露出她的开心 甚至她也会表现对你的思念 主动提出见面 一个不好聊的女人 在收到你这四个字时 内心是充满抗拒的 她多半只会用呵呵 来回复你的信息 或者是直接不回复你的信息 我想你了 是一种很暧昧的话 好聊的女人 会看到你的情意 觉得内心温暖 所以愿意和你继续聊天 不好聊的女人 当然也能读懂你的意思 但她会选择退避三尺 直接了当拒绝你 或者干脆不回复 四 我去找你 一个很好聊的女人 不会抗拒一个男人 去找她 相反 她会觉得很开心 反之 一个女人不好聊 当她得知男人 要去找她了 她会显得很烦躁 哪怕她真的在家 都会洋装自己不在 小雪是一个很高冷的女生 追她的男人无数 当她收到男人 要去找她的消息 她都会觉得很烦躁 要么直接不恢复 要么就是直接表示 不想和对方见面 追求她的男生 真的找上门了 她哪怕在宿舍 也会让室友出去应付 让室友告诉男生 她并不在宿舍 一个不好聊的女人 总是会避而不见 不给你机会靠近她 而她也真的是 连想应付你的心思都没有 一个女人好不好聊 看她回复你的态度 就知道了 一个女人愿不愿意被你征服 就看她肯不肯给你撩 一个肯让你撩的女人 必定是心里有你的 才会成为你眼中的 好撩的女人 要不要追求一个女人 看你的心 是否可以接受 也许无果的结局 如果接受不了 自己全部真心交付 换来一个没有结果的结果 那么你可以先试探 对方的心意 再决定要不要开始 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好聊 也不是所有的女人都不好聊 绝大多数的时候 女人之所以好聊 是因为她对你有意思 所以遇见一个 你觉得好聊的女人 那么要好好珍惜 因为她很可能 正巧喜欢着你 毕竟在感情中 没有什么比两情相悦 更值得开心的了 愿男人的聊 是因为动了情 而不是纯粹的 为了聊而聊 不是意图瞎猫碰上死耗子 愿女人的好聊 是因为喜欢 才会敞开心扉 而非只为彰显魅力 来这不去 唯有如此 才是真的把感情当回事 让每个寻爱的人 能够减少试错成本 尽早找到真正的幸福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 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您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留言讨论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